堂堂这边看着张书公的情况好了不少,也没那么担心了,不过,他还是伸手去握张书公的手。 手给堂堂,堂堂给你看看。 好好好,给你看。 这孩子,太神奇了吧。 堂堂以前在安堂,跟着老安主估计学了不少咱们不知道的本事吧。 等会也让他给我瞧瞧,看看我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 你身体好着呢,把什么卖啊? 没事,看看情况也好。 还要吃药药哦。 嗯,吃药,吃药,书公听堂堂的话,一定好好吃药的。 倒是阿龙哥笑着,让堂堂给把卖看看。 你上火了,不要吃那么多荔枝哦。 你还没看,就知道我上火了。 嗯,你口气有点臭。 阿龙哥,堂堂没别的意思,没事,没事。 不过,堂堂还是给他把卖了,确定他身体没别的毛病,只有上火之后,堂堂让他煮点凉茶水喝就行。 不过,要注意脖子哦。 阿龙哥工作的确费脖子,听到堂堂这话,再次称神。 你这孩子,真的天才呢? 不是天才,是聪明。 回去的路上,陈锋询问堂堂,关于张书公这个病,秘方是什么? 他还把阿龙哥说的卖秘方的事情,问了堂堂。 可堂堂思考半天,明白之后,只回了他一句。 一人一方哦,不一样的,不能乱吃药哦,是药三分毒。 好,爸爸懂了。 回家之后,陈锋除了忙自家包花生,下股种到央田去的事情,就是去帮大炉了。 爸爸,你去哪里? 堂堂正在喂兔子,顺便喂大虎,看到陈锋往外面走,不禁好奇。 我去你三爸家帮忙去。 堂堂也去,堂堂也帮忙。 你才多大,能帮上什么忙? 听到爸爸瞧不起自己的语气,堂堂立马撅嘴。 哼,坏爸爸,不带堂堂玩。 堂堂,讨厌你。 谁不带你玩了,这不是玩,是干活。 堂堂也可以呀。 行吧,那你跟我过去,帮忙就不用了,在边上加油吧。 嗯嗯,好,好爸爸。 现在就是好爸爸了,之前还说我是坏爸爸。 父女俩到大卢家的时候,陈德已经和大卢在忙了。 大卢。 方哥。 哇,好高哦。 你就在边上玩吧。 嘉诚哥哥。 堂堂,你今天乖吗? 嗯,乖乖的。 这边陈锋今天早上都打算在大卢家干活,这样早点干完,大卢家也能早点有个厨房了。 倒是大卢的大哥二哥两家,那眼睛都看红了,明明分家他们得利最多。 可没想到,先带房子的人家是大卢,而且鱼盖还不小。 而且,这两天,他们两家都变成村民讨论笑话的对象,心里十分不适滋味。 特别是大卢大嫂,当时她大喊着要分家的,现在分了,识别得厉害。 大卢爹在一次大卢休息的时候抽着汗烟,眯着眼睛看着那头帮忙的陈德陈锋,然后询问。 你这钱是跟着阿峰拉的他们两个赚的? 哎,怎么一下子挣那么多钱了? 我算了下,你这房子盖起来,少说要一百多吧? 你哪来那么快挣那么多的钱? 我接的,我跟风哥还有德哥他们接的,风哥他们最近挣钱了,我就接了点,以后要还的。 大卢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完这句话,而说完后,连他自己都震惊了,他从小就不大会撒谎。 可今天说这些话,确实不加思考就说出来了。 真借钱了,压力会很大,你拿什么还钱啊?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 你说什么? 爸,你和我大哥一样,不关心我带着弟弟妹妹。 日子会过的艰难,就想着我盖房子的钱哪里来的,我能哪里来的? 你们分家没给我,也没借钱给我,那这钱自然是我自己挣的,找别人借的。 我知道你和我妈还要照顾我大哥二哥他们家,所以偏心什么也好,东西给他们,我都没意见。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,干多大的事,跟你们关系也不大了吧。 我现在就一间老房子,我盖个房子怎么了? 呃…… 爸,现在我们分家了,往后我就算挣了大钱,逢年过节孝顺你的不会少,你和我妈生病照顾我也能做。 我说,但是别的钱,就不要想着我的。 怎么了? 方哥,我没事。 而在不远处的几个孩子,正开开心心地玩。 堂堂他们那边传来的声音,我去看看,你们继续忙。 先去看看吧,可别孩子出事了。 望族受伤流血了。 别怕,别怕,先止血。 正这时,望族家爸爸妈妈也闻声跑来了。 是,望族摔垢里受伤的。 快,弄回家去啊,还发什么愣啊。 农村孩子平时摔伤流血,都是往家里弄,弄点简单的直直血就是了。 就一个伤口,也没多大的事。 随后,两个大人快速把望族带回家,先止血要紧。 堂堂见状,也赶紧跟上。 陈锋三人是在半路上和堂堂他们碰上。 堂堂,你怎么了?受伤了?来,爸爸看看。 爸爸,我没事,我没事。 是望族哥哥受伤了。 怎么回事? 他没事吧? 他流血了,流了好多血。 我们去看看吧。 堂堂也去看看望族哥哥。 众人往望族家走,还没进去,就听到望族妈大喊着。 这怎么办啊?还在流还在流,止不住啊。 现在的,棉花就这么样的,久了就会停了。 即便如此,那写在不经意间,还是会渗透。 从纸蟹草以及纸巾棉花中蔓延出来,不过一下子,望族就出了不少血。 庆忠哥,望族怎么样了? 还在流血,止不住。 对了,你家有没有什么止血的药啊? 家里的止血草跟你们家一样的,纸巾棉花倒是有一些。 这个不用,我家还有。 现在怎么办啊?压不住还会流,要不去正位生院吧。 那太远了,路上颠簸,更不好。 他们到镇上,光骑自行车就要半个小时以上。 堂堂可以帮忙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